會快樂 事實上他最後會不會快樂我不知道 那我覺得這些圖伯人 他生活的很辛苦 甚至當初他們要拘留證 一直要不到 政府還沒有給還在審查中 可是他們又已經出來自首 所以他又不敢跑回去工作 他寧願這個狀態 餓著肚子 餓到必須當乞丐 他也不會違反 因為他已經跟政府說 我不會去偷偷找工作 因為找工作是違法的 他們是這樣 那台灣人絕對沒有的 對不對 開玩笑 我馬上上路上去賣東西了 去找工作了 違法歸違法 我要生存比較要緊 他們是確實我已經答應政府說 我已經切結了 我不會做違法的事情 我會等候你們審查的結果 結果一個月 兩個月 三個月 四個月 搞得快一年 那結果他們怎麼度過 就互相支援 做個小生意的 家裡住了十幾個人 人家有這種人沒有 他能出這種的上報紙變聖人了 他都聖人了 所以你也不要難過 因為人家是聖人 我們是凡人 凡人都凡人沒有宗教情操 沒有宗教情操 所以 阿公那邊有一項好看 很悲哀 我講那個法輪功 他那個 他那個新唐人電視 亞太電視 他是頻道供應 內容供應 他在台灣 你不能靠衛星而已 你一定要進入 Cable Cable就有人給你carry 讓你上架 結果他一開始沒有人敢給他上架 你知道嗎 尤其是越大的那個 系統集團 越不給他上架 因為越大的財團 他的經營越多交換 但很難免在中國大陸有投資 自動啊 不用阿公跟你講 自動就不給你carry 所以我說阿公已經統治台灣了 他已經統治台灣了 後來 因為他那時候找我幫忙 我們出了很多的主意 到處去想辦法 就是很難 我後來跟他講 我說 要治這些人只有一招 台灣 台灣現在 就是選票最重要 你就讓他覺得說 我們法輪功後面很多人 你要這個 這個縣的系統台給你carry 你先去找縣政府 縣議員 你先去找幾個縣議員 比較大牌的 帶著你去找縣長 說拜託 能不能關心一下 我們有很多人要收視 我們光是我們法輪功學員 就有多少 等著看這個電視台 他就聽不懂 我有票 你們怕阿公 那你不要怕落選 對不對 所以 有時候 不能要用這種方式 所以我覺得 有時候就是 我們要不厭其煩 那太小的小生意人 我們不要太壓著他 大一點的財人 我們就是要給他 所以你因為在中國大陸的投資 在台灣搞這個東西 我就是要給你抵制 所以我以前阿 我會給中國時報寫文章阿 我會去投到他們那個 有時候他們有議題 也會不知道長生 你要不要寫 後來有一天我就下定決心說 他就是中國兩個字嘛 算了我不要寫了 所以我就再也沒有在那邊投過一個字 所以他有次打電話來說 他長生那個議題 你能幫我寫一下 我 支支吾吾的好朋友嗎 所以 這樣阿 我不會再把中國時報寫 好 講了 以後就再聯絡了 就沒有了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我們要 採取行動 我有時候看到某某企業 他說全省 怎麼樣到哪裡收見 我說全省 我看到上面有電話 0800 我就馬上打 我說不好意思 你先來一下全省 其實你是不是高雄市 跟台北市不送的意思 沒有我們都送 你要寫全國阿 因為省只是台灣省阿 台灣省不包括高雄市跟台北市阿 所以你們台灣省的人 去到台北市你是外星人阿 對不對 都要給他糾正 不厭其反的人 有時候我們又不厭其反 那 就是一點一滴的去 讓台灣好一點點 好那麼 好那麼一奈米阿 我覺得我們有時候也不用去想 都要做很偉大事 就是讓台灣好一奈米 每天能不能讓台灣好一奈米 很奈米就很小 笑到你看不到 因為電子顯微鏡 但是很多人就會擊殺成他 我覺得對那種人 你只有用這種方式 也許他慢慢感受到說 好阿你要探台灣的雞 還是探你別雞 你可以去那邊探雞 但是你不能因為這樣子的傷害台灣 你如果因為在那邊賺 你要傷害台灣 我就要抵制你 所以我能夠做的小小的工作就是說 中國時報我還是會看啦 我的工作的關係 我不可能資訊不完整 我還是會去看啦 但是我上中國時報的電子報網站 他的廣告我絕對不要點 多點一下你就 就多賺錢 絕對不要點 好 那就只有我們只能這樣子 一點一滴去做嘛 你想想看許文榮先生 我們那麼尊敬的 最後都會受到那個壓力 不過另外一方面我是覺得這樣 我覺得我們真正的要去想說 中國的那些每一個人民都是人 都是人 那我們如何從人跟人的關係上面 去爭取更多的中國人 認識到台灣的問題 成為我們的朋友 我覺得這也很重要 有時候我們妹妹 會不小心變成一種種族主義 種族主義 那是大陸妹啦 阿流肉啦 我是覺得不太好 我們要拿出一個尊貴的台灣人 尊貴的人的那種氣度 尊貴的人會尊重其他人也是尊貴的 我們就不要用這種 好像帶有種族歧視的語言 去講中國人 他的政府 他的國家 對我們做的壞事 我們要抗議 但是我們不要用種族歧視的觀念 那個支那豬啊怎麼樣 我們不要說那種族 就要講那個我們自己也變低下了 我只覺得我們 只有拿出我們尊貴的那個力量 我們才會變成一個尊貴的 人民尊貴的國家 我覺得才會讓中國的人 也被我們轉化 我光拍下13億呢 13億都是豬 你就很麻煩了 是不是 就算裡面有些人是豬 你要想辦法讓他變成人 更何況他們的確就是人 那如果有豬 我們台灣也有豬啊 我有時候看到那個開車啊 在我前面 尤其在那個收費站有沒有 不知道就一小張紙為什麼 你繳了費 那張紙馬上就丟到車窗外 開個Benz 突然車窗咬下來 丟衛生紙出來 緊張我那時候 就在後面巴巴巴巴 我意思就是你是台灣族 看到那我就會很氣 就覺得說 你侮辱了我的國家你知道嗎 如果我們已經是 獨立建國的國家 我可能不會那麼氣 我常常就會覺得說 我們就是因為我們自己 那麼多爛人 我們怎麼會有力量啊 這是我的一些個人的 很個人的想法 謝謝 謝謝 不好意思 來 大家跟我們 要收音一下 已經開了 楊副會長 你好 我剛剛聽你說 APEC還是 ECFA 你說要跟我們講 好像還沒講得很清楚 就是ECFA 我剛剛就是講說 我剛剛就是講說 從達蘭莎拉跟北京之間 那麼多次 九次的談判 沒有結果 回過頭來看 ECFA到底簽了什麼 我剛剛講就是這個啦 你看ECFA的條文內容 沒有錯啊 馬英九說 沒有一條 沒有一個字賣台灣啊 問題是 你那個簽的形式啊 不是一個對等的國際條約啊 你就變成是國內關係嘛 好 我意思說 中國的邏輯就是這樣子 你一定 談什麼內容那不重要 前提最重要 前提是 你是我的一部分 巴賴喇嘛 流氓政府 之所以跟北京 談了九次沒有結果 就是因為 他們喔 絕不退讓 絕對不承認說 歷史上 我是你的一部分 而且他非常有智慧 歷史已經過去了 意思是說 如果我真的是你的一部分 不用你來講 那我講不是 也不會改變歷史事實啊